前有自博超考,后有贵州村超 中国多元文化崛起的一年 原来中国人的足球也能如此有魅力 22年,中国男族与海参彻底挂钩了 世界背上一位卡塔尔人大喊 为什么中国没有来,不然我们也不能垫底 张玉安在外国人面前 怼天怼地怼空气,谁都不敢招惹的大魔王 遇到中国男族也是无话可说 本以为中国的足球事业就毁在这群小肚男身上了 大人物都进去了 没想到今年竟然从民间看到了希望 贵州、荣江县自发组织了超级足球联赛 20支参赛队伍都没有受过正经训练 大部分成员都是麦玉老板、八爵机师傅 还有老这个尊按摩 他们一腔热血为荣誉为竞技 除了精彩的比赛,还有少数民族歌舞表演 刚开始只是几个村提一提 现在变成了几个县一起提 青海果落藏族 格萨尔王足球队跨越1600公里来到这里 与贵州球队一较高价 最终是2比2打成平手 不分胜步 但足够火热 球赛过后 他们换上藏族服饰 表演锅壮舞蹈 就像是足球场边上最醒目的标语一样 各民族就像十六子一样 紧紧相拥 足协考察村超被拒 资本想给村别注资50万 也没有成功 村民自愿均款 每人20块钱 造就出了堪比国际球赛的启示 打球好像真的要不了那么多钱 也不用太好的场地 竞技比赛本就该如此纯粹 可村超实在太火了 动了老鼠的蛋糕 足协给村超发文件 表示会考察手续是否合规 有没有专业许可证 董璐公开怒分贵州村超 这就是光畅舞 不会改变中国足球的地位 并且说 如果村超能拿冠军 个人出十万块钱奖励 村超能他是一个活动项目 他要能打 村超的队能拿贵超冠军 我董璐个人出十万块钱奖励 但对此贵州人也说了 我们没想过去改变中国足球 也不会与他比较 我们踢的是人民足球 目的是强身献体 得到最纯粹的快乐 之后他再次开火 贵州村超毫无底线 没有文化 几万人全是凑热闹 两次开火支持村超 网友说的一句话很真实 国族职业浇灭了全国人的热情 村超事小打想闹 却点燃了全国人的激情 韩桥生吹个小风扇也要主持 半知一说 我必须要去 央视下场亲自直播 村超火到了国外 有老位评价说 这次怎增的运动 业余爱好者比专业人士好得多 其实底层人民 一辈子都接触不到国际联赛 他更像是我们追求的诗和远方 村超不要钱 只要抢到位置就能看 他接地气热情火爆 就算是路人啊 也能被点燃击刑 一起去贵州村超摆摊嘛 一天啊能赚一万块 贵州村超火了之后 逾五十万人来处理看球赛 收入超过两亿 村里老老少少都出动了 迎接五湖四海的观众 有人的地方就有钱 荣江允许村民再收费摆摊 刚开始啊规划了三百四十七个摊位 后来实在太火需求增加 又在隔壁画了一百三十九个摊位 这五百来个特色小吃摊 这要去多少次才能吃完 村超爆火了 越来越宠爱外地游客了 他们学习资博的做法 竟然开始呼吁本地朋友 可以在家看直播 把更多的作为留给外地游客 对此啊 当地人只想说我真得会信 那下次要不要把房子都腾出来 给他们住啊 贵州人民很热情 他们知道尖刻着要穿最好看的衣服 但也不用说非诈 都是漂亮小姐姐吧 有人说看村超时手机丢了 最后啊被当地村民给捡过来的 连警察叔叔都不用 实情不昧 值得赞扬 端午节上定制超大粽子 现场烟花秀 给外地人开启高速备用车道 估计走在路上 都有人问你 哎 去不去喝杯自酿酒啊 要不要来喝口水歇歇 滋博烧烤 云南铺水节 广东巴龙州 洛阳汉福秀 现在啊又加上了贵州村巢 这破班 我是一天都不想去上了呀